好 換閃電王打雅雅陣 他們知道有人嘛 慢慢來 有沒有 OK 進去遇到人 怎麼樣 開槌 沒有 看起來也是直接被爆打 不是你們都知道有人 大家都知道有人還要硬打 可是這一把閃電王是雙邊路啊 雖然明達山是死掉 如果死掉當然是虧 但是他們是雙邊路 他們有確保說 不論如何 我總有一邊進得了 我們看玉翔的動作 玉翔是30秒之後都還沒踩進去啊 然後30秒之後慢慢的踩進去 之後把這個拉進草叢 之後等爺爺到 OK 手到勤來 這樣就100%3B起了 不會有任何的 那應該接下來對面想交換 直接被捶 對面你還想交換啊 你沒啦 沒機會交換啊 3B起 吃完之後 是不是 又進來亂了 這邊稍微進來看一下 這邊真路的是這邊紅區 你擋不住 你肯定有一邊要放 那是不是我又壓制了你的經濟 玉翔 他這把是有優勢的 你們有看到關鍵嗎 這一座塔的血量有掉 讓你們記得DCG那一把 DCG那一把是完全沒掉 這個就是有掉的一個狀況 這一把為什麼凡恩打得過小丑 他下面有支援嗎 他有紅buff 有人幫 打過小丑而已 可是以DCG第一把來講 他有凡恩 有這個 海倫 他應該也要是打得過小丑古墓的 至少在前面吧 你應該要磨一下這個塔的血量啊 3880掉了2000點 4分鐘之前就掉了2000點 這是不是關鍵 這是不是 強隊會做到的事情 可是把就是三高之後 突然給對面機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這邊這樣還要擠過來 我跟你講這個就 這邊這個開始其實都沒什麼檢討 這邊打得過 就叫BMG打得好 或者是閃亮這一波打得爛 二旋一而已 但這個時間打得過 基本上就是閃亮 有一點小小的問題 這龍吃掉之後 我們看一下BMG 有沒有反敗的空間啊 你們看一下閃亮的動作 他們三高之後 他們知道你要中路一波 我直接幹嘛 直接先鬼轉 我先跑一下路清這一波兵 是不是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我要先顧正面 直接回來 我怕怎樣 我的隊友都在那邊火 我怕被一波什麼的 閃亮不是啊 他們知道 我二塔 我可以拖 我正面的人 我穩穩的不要被開 不要被開到 我直接先拖 我下兵這樣進去 上兵也這樣進去 我直接一定100% 我留你一個人 那你基本上 你這邊都是4打5 你不用看你這邊 100%是4打5啊 你4打5 本來就很難一波啊 這邊就基本上很明顯拚一波 你說這一波是BMG打不好嗎 我覺得也不算 反而是閃亮應對的蛋 你知道嗎 因為閃亮他們知道他們有兵線優勢 小菜永遠來不了正面啊 小菜現在來了 小菜這邊早姐來 世界不一樣啊 滅亡啦 這世界就沒了啦 小菜想這把就是靠兵線就直接把 就直接彎爆啦 但是這是有一部分是因為山高地的原因啦 好接著來看一下這把 這肯定又要入園啦 呵呵呵呵 BMG這個陣容勢必是要放一點東西的 這個就有點尷尬 這感覺又是情報沒到 因為這個屁到 哇又死啦 這就是又死的啊 死啊死電啊死電的 這死電的吧 不可能不知道對面下來吧 提米加薩加給前面優勢 他前面有優勢 就這麼誇張 有沒有無視有沒有 直接飛進去 人家是人家的一二塔中間直接飛進去 為什麼啊他們都是的 你們沒事的呢 肯定是這樣玩啊 那節奏基本上 這個經濟差真的是有點誇張了 3000塊 10分鐘 直接被結束 0.0完全比賽 我先問一句啊 班尼我這樣應該沒有冒犯到你們吧 因為我覺得 如果是講比賽多少有一點 可能會有一點冒犯到啦 如果冒犯到 首先跟你說一聲不好意思 但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這個真的很奇怪 你們看喔 你們看BMG的動向 他們想入園沒錯 那他們想入園 為什麼這兩個人是走下面 這個人是走這裡 這個人又是走這裡 為什麼不是四個人走一起就好 你要入園就是覺得怎樣 一等對面打不過你對吧 對既然對面打不過你 那你是不是就直接這樣直接撞 班尚可能不在 那我就直接講 然後再來 再來其二是 這一把最強的 兩等最強的是誰 是伊格啊 伊格兩等幾乎偏無敵啊 可是這一把伊格 直接變後手線 為什麼是後手線 因為沒有人幫他清 三將這邊兩人直接肅清 然後清完之後 欸你要入園啊 我抱回來 我只能說 這個入園 住的 怪怪的 為什麼是兩個走下面 然後打野走 這樣 要是剛好對面 要是亞洲綠哥 要是上面亞洲綠哥 剛好在這裡了欸 嗯 你有不就直接死在原地 這個部分我就覺得怪怪的 這波算陣子有點失誤 因為 因為不是都知道嗎 這100%知道欸 綠哥看到了 綠哥有看到了 肯定有看到這沙泥走進場 綠哥是準備挑的 陣子也準備過來接 可是 可是 不是這不是綠哥先掃 哇如果這波綠哥是先出手的 100%結束 這遊戲是結束 欸這波沒人幫他手 有點 幫他們兩個手是有點尷尬 不然就是這波只能後手線啊 就是只能後手線 而且下路也剛好也露頭 我們下路三個人露頭 但這一波180 對面我是對面我也壓 我一定壓你 這波BNG五人集結其實做的不錯 這波確實打開了風向 因為中塔真的太貴 中塔掉了邪虧 好抓到一波 哎呦二連條亞洲綠哥 哎呦正正你怎麼了 漸漸 趴傷 啊被推一下啊 啊啊啊 再開一次 啊啊啊啊 再開一次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好可愛喔正者 秀多了總是要還的 平常都你在秀 fail個一兩次也是合理的嘛 現在先fail好過季歐賽冠軍賽再fail 是不是我知道我懂你意思 只是說閃亮對於脫節奏 是非常在啊 你們看這個卡數有沒有 從不到幾分鐘 七分鐘還八分鐘 到現在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變過 抱歉了小占 那個正則叫我看的 正則叫我看的 正則叫我看的 看女超大招 看一下 正則叫我看的 正則叫我看的 這個這個就先採眼啊 先採眼 這個就先採眼 先採 先採眼 這邊就要採 要對我掩護先採 沒有要掩護也沒採 然後這樣子閃亮這樣四個人 又把五個人給擠回去了 那你不先採 你蹲在這裡蹲在這裡都沒用啊 OK採掉了採掉了 終於採掉了 好這邊 直接去開 直接去開啦 去開 這邊100%開了 這個都很多 這個都是多的 都是在浪費時間 甚至還可以 對還是給浴翔俱到的 剛那邊那個位置 直接開 閃亮保證觸不及防 你下兵不管 你中兵是好的 你上兵也是好的 你這邊視野 都是你的 全部人點到 沒有道理 沒有任何道理是不開 你就算開著 蹲著 騙對面的過來 因為對面沒有輔助 沒有解控 你騙對面的過來 都是可以打 然後這邊 喂 又被擠回來了 為什麼 因為剛那邊沒開啊 夜娜直接去 直接招式 直接開吃 然後瑟蘭尼就盯著 伊格吃也很慢 伊格 伊格就在這邊 有沒有 如果看到正者往上 瑟蘭尼就往上卡這個口 然後伊格就過來這裡 接 接位置 然後三個人就繼續吃 直到三萬四萬的時候 對面才有可能 硬要擠過來 然後這個時候可能就這樣 然後上面這裡 不可能給他們看到血量 你只要給對面看到血量 對面就可以選擇說 我要不要進來 吃凱撒最重要的點就是 不要讓對面看到你的血量 你如果讓對面看到血量 那個嚕嚕就會 瞬移過來 丟他一個一個在大絕 然後凱撒就掉了 這我太有經驗了 就是要把對面卡爛 就是讓對面看不到 對面要看就是在打殘一個 之後再打死一個 可以讓對面看到血量 這是鐵綠 你讓對面看到血量 就是在給什麼 給機會 這邊綠哥帶線 這邊開 開的挺美 開的超棒 然後居然他沒死 我只能說 這裕翔 這個脫險 的位置 嚇壞所有人 我都不知道他是怎麼活下來的 他有沒有man1格的玩家 可以告訴我 這個大絕丟不到嗎 我也不知道 我個人覺得 辛葵 辛葵葉娜從右邊過來 薩尼把他頂到這個位置 之後他可以從這裡 逃脫 三個字 不科學 他這一波逃脫 我決定幫育翔 立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傳說十大奇蹟之一 陳明達這波交閃 餒 陳明達交閃吧 你都這樣帥帥的進來 你給我 你沒交閃 喔齁齁 鄭哲類 鄭哲類 叫明達交閃啦 叫明達交閃 點兩個 拍兩個 大兩個 他可以當名場面的 他可以上TopPlay的 你要跟他說 爭取TopPlay就這一次了 就這一次的 玩古墓的機會 他後面 你看他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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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們都 你們都打完了 他一個伊順 對嘛 早點這樣子 不是畫面很好看 欸 欸是不是 是吧 大家晚安 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